那么合 哇哦 这张合牌 我的天啊 真的是让解说猜中了呀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Jungleman 全是不同色 Race到了1200 来自中国的波波老板 四五红桃 三败到了5000 几个后卫的牌手啊 相继盖牌 现在就剩下了 千可卫的Israeli A勾不同色 这看起来是想要跟住啊 Israeli什么时候坐到了牌桌上 我都没注意 好 那么A勾跟下来 Jungleman可以走了 来看这手单挑 Quin2 Offsuit 大家都知道 Israeli最喜欢的牌型是拳2 翻牌5893张方块 这个牌面 波波老板并没有在翻后下注 那么转牌 Israeli想去偷吃 底池11000 下注3000 看波波这个笑容 很明显 他感觉啊 对手这一枪打的有点偏轻啊 一对五跟住 合牌 黑桃三 在我看来 Israeli打的 还是比较像一张方块啊 Oh Israeli盒牌 再打出5000 波波想都没想啊 一个小队子啊 直接磕了下来 有的时候是这样啊 这牌面很有意思 越潮湿了牌面吧 对手打得越小 你反而是越不信啊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因为底池太小 波波抓机 根本不需要任何的犹豫 再来看这一手牌 汉子哥 A7黑桃 Race到了2000 野人Jungleman 小盲位 24不同色盖掉 波波老板K2杂色 如果是一手K2同色啊 波波应该会打 最终只剩下了 尼卡尔波一个人 枪口加一位的Stradle 拿到一手68不同色 翻牌 尼卡尔波拿到一对6 汉子哥拿到一对7 翻后汉子打2000 尼卡尔波有中牌 秒跟 这种牌面一般来说 小小小啊 翻前起open的人啊 下注很难被相信 转牌一张方块9 两人都过 合牌一张圈 尼卡尔波有摊牌价值 他知道自己啊 可以赢一些什么 AK啊 A勾A10啊 还有类似于K勾 包括10勾这样的牌 但是汉子哥就不好判断了 因为尼卡尔波的跟注范围啊 是没有对手的大 但是对手的牌一定不够大 思索片刻 汉子哥选择了盖牌 他只有一对7 他真的很难跟住这个Race 打得漂亮 继续来看这手牌 安迪拿到一对4 加注到了2300 这手牌是有两个strudler 伊斯莱利A9草花 还有Jungleman的一手8勾草花 全部都选择了跟注 翻牌 一张A4一张勾 顶队中队 哎呀 还有安迪的Sed4 面对三个过牌 安迪在考虑啊 是否要直接进攻 攻牌面有A4啊 完全可以打 抵持 9600刀 安迪直接打出半池 他知道有A4的人 一定会跟住 看到一个bet 一个call Jungleman一对钩 可以直接盖掉了 包括波波老板也是一样 进池碰一碰运气 运气不到呢 就不要纠结 转牌一张草花6 这手牌 安迪现在很清楚 自己应该是碰到了一张A4啊 甚至是什么A钩两对啊 都是有可能的 转牌直接打出8000 如果想去演两张方块的话 那么转牌一定要打得重一点 而合牌呢 可以继续再把下注额啊 乘以2 甚至是再打大一点都是OK的 让对手看到你Bloft的决心 最终合牌一张黑桃7 只要合牌不是一张10 或者是一张方块 我觉得安迪啊 还是有可能能继续拿一条 接的价值啊 看看他的下注量 这个下注说实话 有点随意啊 随便扔了几颗筹码出来 但是也超过半池了 这里跟大家说个细节啊 如果你看一个牌手啊 平常下注的时候呢 都有认认真真的数筹码 而某一手牌呢 他在合牌的下注啊 显得非常的随意啊 那你可就要小心了 这可不代表是一手Bloft 而可能啊 真的是有一手强牌啊 算了算了 不跳过了 直接给大家来个15倍高速快放 因为Israeli真的考虑了很长时间 最终他还是跟了 可怜的Israeli上桌一手牌 自己所有的筹码啊 被安迪学习 继续来看这一手牌 哇哦 这个翻前的争夺啊 很是凶残啊 Jungleman A勾推出的三败 被波波用圈勾 做回了四败啊 17000刀 而汉子哥 AK选择了跟注 一个四败一个Core Jungleman可以放心的离去了 好 那么来看两人单挑 这手牌 汉子哥有位置优势 而翻牌还好 没有Ace没有K 那波波就有机会 底持39,000 看波波要打多少 这一枪 这一枪最少也得在个 差不多9100,000左右啊 打得太轻啊 可能会吃到反价 5000 我只打7000吗 这一枪打得非常非常的轻 只打了8000 不过我是觉得汉子哥真的排风啊 有所变化 以前他真的是非常的凶啊 而且感觉什么牌他都能跟 但现在他好像没那么凶了 这手AK呢 打得很稳啊 翻牌面跟注 而转牌的一张Ace 可以说几乎给波波判了死刑 汉子哥拿到后门的顶对顶踢 任波波开枪啊 汉子哥也不会怂的 波波还在斟酌自己第二枪要怎么打 因为对手翻前跟注了四败 有Ace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这一手牌 其实我觉得啊 可以过了 远景说在讨论啊 如果合牌掉K啊 那就是一手天地元奖牌啊 波波拿到纳斯顺 而汉子哥拿到一K两对 这个概率啊 是有的 不过有多低大家都知道 因为汉子哥手里可是有一张K的 转牌 波波还是尝试着打出了一万七 这么打 其实就挺有意思了 汉子哥可能会考虑啊 对手连开两枪 一对K 八成是够呛 因为一对K在翻盘面来讲打得太小 而转牌一对K真的没有必要下注啊 那么合 这张合牌 我的天啊 真的是让解说猜中了呀 这样的话 波波老板拿到了后门的纳斯顺 而汉子哥呢 是一手完全逃不掉的牌啊 这回波波可以顺理成章的打价值了 转牌他还在小心翼翼 而这手牌 无论合牌 波波打多少 不出意外的话 汉子哥都会去扣的 只有一点啊 其实如果这手牌 波波转牌过牌的话 那么他这手牌真的无懈可击 但是 连开三枪 可能会让汉子哥去忌惮一手啊 翻牌面的赛的石啊 底十九万 合牌波波打出七万五千 这个价值五十万RMB的下注 真的是让汉子哥有点毛骨悚然啊 咱们来盘点一下啊 汉子哥能赢的排行 能赢K勾 能赢K圈 能赢A圈 但是他输AA 输KK 输1010 输全勾 说白了这手牌 波波的起手排行 很多汉子哥都打不过 而汉子哥说了一句啊 波波我是真的不相信你有牌 而波波老板还是一如既往的 欢以微笑 随你怎么想啊 只要你把筹码乖乖给我就好 汉子哥说 这可能是我 职业生涯当中啊 最漂亮的一手盖牌了 真的吗 真的能盖得掉吗 真的是要盖牌了 这手牌汉子哥可能是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确实 后门能K两对 能赢的排行 真的不算太多 波波波非常的友好啊 亮出了自己的那次 换做一年前的汉子 这手牌 他一定是一个snap call 好 那么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收集 收 Ephes 收 Aqua